乌雨密布台北地区雨下不停 天气又湿又冷 民众穿上厚外套保暖 因为强烈大陆冷气团来袭 各地的气温也跟着下降 气象局预报北部地区的气温 12号可能出现10到17度 13号10到21度 14号低温也只有11度 在降雨方面 12号早上全台各地有局部短暂震雨 预计上午中南部雨时会趋缓 北部及东半部下午雨也会停下来 但是越晚越冷 气象局预估12号傍晚到14号的清晨 中部以北沿海空旷地区 低温可能下滩7度 根据气象局的资料 1996年4月台北曾经出现10度的低温 这回台北市有机会创25年来 4月最低温的记录 民生清晨的部分主要是在苗栗以北 以及东北部地区会有10度以下的低温 那甚至在周二受到辐射冷却的影响之下 整体低温的情形 在中部地区还会更加的明显 在中部以北以及东北部地区 主要是沿海空旷 以及近山区的低温 将也会下降来到10度以下左右 气象局表示 由于13号14号这两天的天气都是干冷 白天各地的温度都会回升 大约在23度以上 各地日夜温差大 一直要到周三 强烈大陆冷气团减弱 气温才会回升 这几天民众一定要注意保暖 记者林郑坚王一仲台北报道